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拜仁慕尼克对着巴黎圣日尔门的这场球赛 拜仁一度落后0比2 及后也追回2比2 但最后比这个状态非常之好 把握力非常之好的麦巴比 再见下其功 3比2 但其实整场球赛来看 31对6的射门 另外就是巴黎圣日尔门6次射门 竟然已经进入了3球 但在这个3球背后含金量最高的一位球员 相信各位看完比赛都会觉得是 他就是基罗纳华斯 他屡斗险球 你说如果拜仁的攻击力是有所削弱 我们不可以单单看一边 也要看回大巴黎那边 其实他们的中场线都有很大的缺陷 不过影响没那么大的就是他们那两大战头 里马和麦巴比仍然在阵中 首先讲讲双方的出赛阵容 拜仁、莫尼克各方面 满章、紐瓦四个后防后转 有这个帕和特、苏利、阿拉巴、 和这个劳卡斯、香兰迪斯 两个防守中场也是德国国家队的拍档 哥利斯卡配搭金美智 三个攻击中场就是 京士利高、汤马斯、梅娜、利来、桑尼 再加一个利云、杜夫斯基的替身 卓普无停 客军的巴黎圣日耳门 满仗就是基罗拿华斯 四个后防球员就是 达巴、马坤努斯、金铬比 以及丹尼路 两个防守中场由于因为他们今天的中场球员 帕特利斯和华拉提是不可以出的 就派上了丹尼奥彭尼娜 前波图的队长 以及居爷 三个攻击中场 建关建宿 迪玛里亚、戴斯拿 和尼玛 最前面的就是麦巴比 拜仁攻击力大受影响 因为基罗拿比感染了新冠疫情 亦都是利云杜夫斯基受伤 要头一段时间 或者因为这样 就刺激到拜仁其他队友 更加一开波要疯狂逼抢对手 卓普无停了两分钟 就已经有一次头锤的攻门 还没有基罗拿华斯 看不到 但是事隔不久之后 金美智在中场被人撤停了 然后在辰转之间 迪玛里亚在中场拆动 然后尼玛急转 就推着波向前推 这个时候 麦巴比跟他小小的交叉就位 走过去尼玛的面前 但当时我们看到 就是拜仁慕尼克一众的球员 只是关心尼玛 太过关注尼玛 忽视了其他的巴黎圣日尔门球员 竟然包括了麦巴比 尼玛很乖巧 一个邪船就折给麦巴比 推入禁区射门 其实老实说 麦巴比这个射门 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呢 看回多角度的慢镜 就并不是的 不过就省中了柳瓦的跨下 就带来入网 率先领先1比0 算回拜仁慕尼克过去那8场 欧冠的赛事 即是淘汰赛加上分组赛的赛事 原来只有一场是试过没有失球 后防明显是不稳的 等会我们都会说到 包括他们德甲那里 落后了的拜仁慕尼克 就更加疯狂反撲 也都展开了巴黎门将 基罗纳华斯的一个表演的时间 分别就是 托马斯梅娜 哥利斯卡 和柏华 都曾经有一些很近磅的攻门机会 但一一就被基罗纳华斯救出 去到28分钟的时候 同样是一次巴黎圣日尔门的攻势 其实就没有大威胁 已经解围了 但就被禁区对出 20码左右 靠近中路的尼玛捷得到的球 那么今场呢 或者是以后会不会以 一个进攻组织者的角色出现的尼玛呢 他看到队友 这个马昆劳斯 将会 后上接应他的全球 所以就大脚传向中路 如果从局橫切面看 当然那一刻 巴黎仍然是有球员跌落越位 但由于不计算参与比赛 所以后上的马昆劳斯接应到之后 推入禁区 就叫做射门射成2比0 但由于因为一开球的时候 马昆劳斯已经是有少少 捉伤的臀部肌肉 所以他一直坚持到射入完之后 入了球之后 终于捱不住要被换出 Polgetino在换人调动 他没有直接换回首位 而是派上西班牙的中场 区里拉进来 将他们原本 放在中场位置的 丹利奥彭尼拉 以后 担任中堅 以后担任中堅来说 其实 杜曹未离开巴黎之前 都经常有这个举动 但拜姆尼克 差不多时间也做出换人的调动 就由戴维斯 上场代替了有伤在身的哥里斯卡 而劳卡斯和佳兰璧斯 移了中堅位 就将阿拉巴拉 阿拉巴拉 就顶上去防守中场的位置 未知这个换人调动 是不是这么快收到效果 总之 落后0比2之后 不够10分钟 马上追回1比2 帕华特 右脑大脚传中 就是被卓保姆亭抵入 在他顶上这个球的时候 其实汤马斯和梅尼拉 都应激一攻 因为他刚刚摄回前处的走位 就拉散了巴黎加后防的注意力 所以卓保姆亭 才顶得这么舒服 很可惜在5分钟之后 拜仁又要再作出一次 无奈的换人调动 拜仁上半场那两次换人调动 亦都是他们全场两次的换人调动 就是借路美保定入替 这个大脚佬中堅 因为他亦是有伤 跟决赛那场刚刚反过来 决赛那场是去年的欧冠赛事决赛 就是保定商出 由这个苏利入替的 那单看这个上半场 其实是拜仁 毛利克绝对发挥到这个主场 应该有的水平 单单一个上半场 拜仁毛利克已经射门15次 原来已经创了这个球季里面 他们在各行赛事一个新的最高纪录的次数 但是反而 只有两次射门 巴黎圣日耳门 就全部都能够把握得到 所以这个2比1的领先 看上去的场面 有少少好像不太公道 拜仁整场球持续施压 其实拜仁这场球的演出是很好的 因为其实也有两个入球 最后 第二个入球就来自于60分钟 就由今美至右路开出一个自由球 湯马斯梅拿中路的头锤公门 就顶入了 攀成比分2比2 本来之后 拜仁毛利克当然会更加加多压力 就一次被巴黎圣日耳门的突击反击 在68分钟的时候 这个麦巴比勒再一次 就单挑这个邪路美保定 在禁区里面面对着一众的拜仁守卫 仍然能够射到近处边那边人王 他自己梅开二道之余 也都带领球队 领前到3比2 3比2 这个也是整场球的比数 总结下来 全场球的数字来说 拜仁毛利克是起角31次 射阵的次数高达12次 而巴黎圣日耳门就只起角6次 但有4次射中拢 就取得3个入球 拜仁的前锋卓普 如果慕亭这场球 他就说 他说 简直是疯了 如果比上另外一天 他们这样的攻势 起码会入5-6个球 他说肯定 而另外一位入球 攻神的汤马斯梅娜就说 如果踢成5比3 或者6比3 肯定不会有人埋怨 而主帅费力克也表示赞同 就是说 我们所取得的机会 完全根本就是可以在 失去3个球队的情况下 依旧仍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或者这么说 因为落大雪 大家都看到个场面 对于主攻的球队 是不是一个这么不利的因素呢 这一点不敢肯定 大家尽管去思考或者参考一下 这样的比赛条件 就会令到靠双翼推进的 比如说京士利高问和利来桑尼 会有一些影响的 不过我自己个人就这样看 同样是技术底的尼玛 和麦巴比 又有没有大的影响呢 所以我相信这个落雪天这个场地 对双方的影响都有 好了 我们又不如看看 刚才说过拜仁在欧冠的失球数字 过去的八场球 只有一场球 是试过没有失球 而看回他们在德甲的失球数字记录 他们入球很多 但失了35个球 对比第二第三位的 来比石洪牛 和和夫斯波的22球 其实相差甚远 甚至乎第六位的利华古信 都是失了32个球 第七位的柏林联 柏林联 都是失了33个球 换言而言之 其实 有些行家认为 拜仁武力克 现在的防守力量 可以说是跌至近十年的最低点 来说说巴黎圣日耳门那边 普哲天奴 他现在 在欧洲赛 或者是他这一场球对着拜仁 他所捧出来的战术 完全是捨棄一个 控球的形势 优点就是看出反击更加有把握 当然这个反击的把握 也是维系于 他们本身球员的质素 这一场帮我们体现到 战术发挥 无论是拜仁的疯狂逼抢 以及 大巴黎的防守反击 从既战术的角度 其实两队都成功 差异就是在于 满前的把握能力 再次说一说 巴黎全场起脚六次射阵 三次就能够取得三个入球 不过我们要看一看实际情况 就是 在麦巴比的入球 以及马坤努斯的突入 全部都是来自一些半单刀 或者是单刀球 有人可能会将 现在的普洁天奴 马上将他和杜曹比较 杜曹上界都是决赛先输给你拜仁 是不是拿拜仁就是一个标准呢 杜曹毫无疑问上任车路士之后 又是令到车路士的防武好很多 包括了他们对波图的这一场欧冠赛事 普洁天奴 我们知道作为比尔沙的其中一位门徒 激发球员的能力这方面 是比较有心得的 而这一场帮我们看到 他如何将麦巴比和尼玛的位置 大家不要站到那么前 尼玛是将他的位置拉到比较深的位置 去帮忙做球 或者引球而上 分球 麦巴比等待一些绝无紧有的机会 收起自己过往卖弄技巧的那些伎俩 包括迪玛利亚 甚至乎戴斯拉这一场球 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 当然不错的发挥 我们要这样看 除了麦巴比 或者迪玛利亚之外 其他的球员 包括戴斯拉 全部都要全面胜利参与防守 这个也是普洁天奴的要求 而对应拜仁茂尼克 就是那个不稳的防线 在这班高质的球员展现下 这次就避不了 包括第一球 其实你看到环境挺有趣的 一堆这么有经验的拜仁球员 只是关注尼玛利亚 让他这么轻松 分到球去右路 就算麦巴比这个球 入得有些幸运 在这个过程里面 拜仁的防线是要检讨的 而第二球 被马昆努斯的后上突入的射门 只是能够怪拜仁的防线 就是一时疏忽 我个人认为普洁天奴 现在用这套战术 对付拜仁 已经是近乎一种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易明的词语 就是一种功利的手段 去获取胜利 对于巴黎圣日耳门来说 是需要的 如果不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的战果 其实都是 到头来的进度 给人的感觉始终不够大的 一场的胜利 贏得叫做 不是说用一种最漂亮的方式 取胜 对于球员 仍然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自信心 甚至乎 这个保守的程度 去到 有一些球员 包括居爷 包括区里拉 拿到球队的时候 明明向前有机会推进 都宁愿把球队 回传到后面 稳稳妥妥妥就算了 所以这场球是极端风格的一次比评 拜仁慕尼克 经过这一场比赛之后 除了尼文道夫斯基和基拉比之外 现在又多了 哥列斯卡和苏利 成为双兵 似乎一下子 版面的实力 肯定有所削弱了不少 现在来看看费力克如何调动 包括戴维斯 又会不会再一次爆发 终观整场赛事 我自己有个总结的就是 不要提那些什么 几多场的不败 纪录多余的 踢球当然是向前望 应付好前面的比赛 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由去界 就算拿到欧冠 都是要这么说 没有解决过 其实拜仁的防守 真的不是那么稳固 特别是对中坚的配搭 其实一向以来 都给不到别人太大的信心 又或者连连的伤患 所以靠着强大的攻击力 去弥补压制 这个情况 我看到 同样在我支持的国家队 德国国家队里面 都是发生这些情况 德国的防线 更加是二流的 我个人认为 如果没有了楼 绝对是二流的 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下 无论是国家队 或者拜仁 都是要靠前场强大的火力 去压制对手 以弥补代手 也有不少朋友说 为什么说德国 要踢拜仁帮好足球 不是因为拜仁过脚多 这么简单 而是因为 都是那个套路 要靠前场压制对手 但是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又没有了两大攻击火力 所以在大家都有主将决阵的情况下 无疑拜仁就更加吃虧了 接着另外一场 波涂主场 波涂主场零比二 输了给车路士 面对着冲击能力甚为强大的波涂 踢法都挺硬 乔硬马 挺粗线 一支波涂 由干斯卡奥执教 上半场12分钟就出现了这场波 第一次非常之巨威胁的射门 就是哥伦比亚国中场 波涂的八号球员 会被禁区顶的位置 就一个窩里抽到他 当时看到车子的门将文迪 其实都没有什么反应可言 入就是入 但是就紧紧 斜出了 这个波叫做好赛 但是相比整场波的形势 你会发觉面对着这么冲击能力强的波涂 其实一直都在车路士的掌控之间 也都是上下官场角入一个精彩入球 这场波万字的表现再一次令到大家信服 这个年轻小长 而列斯尖斯也都证明了 可能国家队的主席收夫基 为什么不选亚努呢 因为这个亚努的攻击力是强些 但是在攻守平衡方面 似乎列斯尖斯是更加成熟的 另外一道純粹防守 云比沙加也不差 那么说过来 或者我说利物堡的阿力沙特阿盧 似乎要比较 呃 要先提升一下自己 特别是这一次的比赛 首回合 对着王家马得利也有连回的失误 圖就排出了一个 介乎451至442之间的阵式 见到后方揭三角 马车仙 霉班巴 这个是下你个紐卡素的光果中坚 予及老熟人比比在陣中 值得留意的是17號墨西哥中場 哥朗娜 8號的哥倫比亞國烏比爾 7號的哥倫比亞國的戴亞斯 25號的奧迪維奧 都是這場球有個不錯的發揮 車路士那邊排出3421的陣式 三後房也很有彈性 首先講講艾斯比利古達基斯 Dinson 魯迪加 4個中場球員 歷斯詹姆斯 佐珍盧 哥華錫和捷維爾 兩個攻擊中場就是曼治天武雲娜 躲藏在夏肥斯的身後 在我剛才講到的就是波濤上半場一開始 給車路士的衝擊力非常非常之大 除了說這個烏比爾在禁區邊緣 有個很具威脅的倫比射門 另外他們的墨西哥中場 哥朗娜 奧迪維奧等等的球員都有個起腳機會 不過車路士的防線都頂得住波濤的這種衝擊的壓力 因為譬如說他們的三後房 隨時一對翼衛都收回後面 就變成五後房 在這麼強大的衝擊底下 如果哥華錫和佐珍盧能不能夠 做好防務呢 所以在後防線填密的人都是順理成章的 尤其是杜曹 似乎教這個防守 是挺有心得 同時也是因為這樣 基斯瘋神你會發覺他這場 多了用球的空間 也是減輕一下前面的 隊友的一些負擔 中施是這樣 其實 在上半場 波濤的射門是有八次的 每一腳的威脅其實都不小 尤其是那些錦距頂的撞射 都是一隊比較簡單直接踢法 但衝擊力頗強的球隊 我一二再三講衝擊力這個字 唯一一腳射門就取得一個入球 就是萬智去到上半場32分鐘 接應助真路的球 當時萬智的企圍就是 右腹禁區邊緣的位置 但是這個12號的防守球員 波濤的這個新尼斯 就企圖這個落地的攔截 似乎這一下有些魯莽在漁盤那裏 他落地一標 就脫了 就被萬智一個很乖巧的轉身 推入禁區一氣可成 完成了射門射向遠處 如果這個射門 差不多的位置起腳 對比麥巴被射爆霸人入的第一球 這腳球就漂亮很多 落後0比1之後的波 繼續有一個不少的攻勢 事實上他們這場的攻門次數是比較多 包括比比這一下 的頭錘攻門 同樣是被門將 門將文迪呢 是非撲救出的 門將文迪其實都應記一攻 單單這一場波就作出了五次的一個極重要的撲救 到了下半場 就是捷華爾把握得到一次的機會 去到賽事比較近尾段的時候 同樣都是來自波濤球員一次的 迫搶的失誤 被捷華爾一路推入禁區 連門將也扭過 射成2比0 恭喜車路士 我忽然之間就想到 一件事我幾期待 未來的足中杯四強 他們對萬成 如果大家都是肯 拿全副身家出來 拼命的話 我們就要看看 究竟杜曹所執掌的 統領的 尤其是是車路士的後防 會帶來一些什麼 給到萬成的一些的壓力 好了回來了 我今集明顯跟之前的集數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我又沒有那麼多 所謂逐球逐球 畫線的過程的講解分析 因為大家可以看精華 歐冠的精華 最少你看精華 你不看全像 歐冠級別你都不看 作為球迷都沒有東西好說 這些是有賴自己去判斷 再說一些相關引導出的 一些重點內容 歐冠八強 四場 我都覺得比分開到來 次回合 大家還可以打 不會出現一些 你覺得需要有奇蹟 才能夠反敗為勝進級的比分 就算你說車路士贏波和2比0 波圖都未是世界末日 拜仁都未是 多蒙特輸給萬成1比2 回到主場 你說會怎樣 就算你說這個利物浦回到主場 就這樣乾脆地贏 王家馬得禮2比0 又可以進級 當然 球隊本身的發揮 最後要看 雙兵的確有很大的影響 今屆的賽事這麼密集 大家都很累 很累 所以聯賽今屆不是那麼好看 整體上 因為大家都要 就著一點來踢 但是 這四場球 去到次回合 大家都還有得追 所以領先的 又不是那麼百分之百 穩陣 可能車子真的會穩當一點 看看怎樣 我很期待這個次回合 OK 這次的首回合 比四場球前後兩集 就先說到這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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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